进口奶粉又要涨价了 而且这涨幅最高达到了6% 平均一贯要贵50块钱左右 业者强调是因为国际奶粉价格调整 才会调涨售价 不过看一看 其实从4月份开始 美强生跟亚培就已经涨价了 6月份会市也要涨 7月贵格也要跟进调整售价 几乎能涨的品牌都涨了 现在公平会要介入调查 如果有涉及联合涨价的话 不排除最高会开罚2500万元 5月份财报完税 不少人心疼荷包失血 现在6月脚不接近 进口奶粉也要寒涨 售价最高涨4%到6% 不少人大呼实在太贵了 厂商的借口 我换个什么加点维他命 什么玩意儿进去 就要涨价这样子不对的 就是将近一成的那个账符 其实这样负担还蛮赚的 每一个厂商大概有 三四个厂商已经有涨价了 然后幅度大概都30块 这一波涨价潮早有业者 悄悄动作 四五月份亚培美墙生鲜调涨 六月份汇市S26 平均涨6% 795块的配方奶 涨到845元 七月份贵格特选婴儿奶粉 也要从590块调高到630块 各个进口奶粉商这么巧 都要涨价 但错开时间 似乎想要规避联合涨价行为 没有查到确切的证据 有联合行为的话 最高可以出5万到2500万的罚还 公平会强调会积极调查 不过进口奶粉掌 不想成为带宰的肥羊 抵制不合理的涨价 消费者也只能拒买 做消极抵抗